第九十四课 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这一课的标题 力量十分强大 乃至练习手册在这个365课的设计当中 不止一次的使用这一句话 除了今天的第九十四课 还有第一百十课 第一百六十二课 使用的都是同一句话 来作为标题 并且之后还有十课的复习课 从标题到练习的内容 都使用了这一句话 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这一句话要是用对了 我们这指的用对 就是说不是单纯的喊口号 也不是单纯的在脑子里面去理解 而是说 我在积累一定正量的这个过程当中 每当我用这一句话 我都可以跟这种能量 跟这种频率契合 共振 如果我们能做到这样子 能够用对的话 那么这一句话 一念之间就可以把我们 从二元对立的冲突当中 不管这个冲突形式怎么样 程度怎么样 一念之间就把我们带回 一元的这种平安之境 我们看到第一段的第三句 世上所有的杂音 顿时沉寂下来 世上的一切景象都烟消云散 世上的一切想法 会被这个观念扫荡一清 这里说的这个观念 就是今天课程的标题 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我们曾经不止一次的分享过 我们在这个二元对立的世界当中 在这个梦境 在这个游戏场中 只要我们还认定 自己是一个人设 自己是一个角色 自己是这一具身体 那么 我们在这个游戏场当中的事情 是搞不完的 我们这一关又一关 打怪 打不完的 不同的怪 等着我们去打 我们有经验的 某一个游戏 开发到一百关 我去打了 我打着打着 我打到七十几关的时候 发现 这游戏设计 已经进入二百关了 我以前也就一百关没打完 现在竟然有一百三十关没打完 越打还越多了 这怪 不知道怎么回事 只要我们还以为自己是 这个人设 是这个角色的话 打怪打不完的 这个游戏场里的事 永远解决不完 就是咱们说的 曾经多次分享到 二缘无解 那么 真正的解在哪 真正的救恩在哪 救恩在于 好吧 我终于发现了 我觉醒了 我发现 我不是这个角色 不是这个人设 我是谁 我是玩家 我是远程登陆的玩家 一旦发现这个 事就解决了 我这游戏不打放到哪 都没有问题 我愿意打的时候 我就打 愿意打到哪 是哪 我不愿意打了 我放下就走 根本从来一点问题都没有 跟游戏里的怪有多少 跟游戏里的怪有多强 没有半毛钱的关系 所以 当我们纠正了 对自己真实身份的错误 认知之后 也就用这句话 用对 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这个时候就是一个大提醒 提醒我 从二缘对立的这个人设之中 从小我营造的自我意想之中 拖出来 我是上主之子 这个时候 游戏场里的 梦境里的这一切 对我不惜作用了 救恩是这样完成的 李玉刚有一句歌词 叫爱恨就在一瞬间 这转念就这么快 奇迹课程告诉我们 救恩就在一念间 也是一个转念 从我是一个角色 我是一个人设 翻转过来 转为 我是那个玩家 从我是那个自我 小我 ego 转到我是那个自性 基督自性 菩提自性 受字母大写的 self 课程当中用的 经过这一念之转 救恩就这样发生了 所以请大家牢牢记住今天的标题 我仍是上主所创造的我 当我们夜风吹起来的时候 当我们掉到故事心里面去的时候 看看我们多久可以想起这一句话 如果我们在那一念间 在夜风吹来的那一瞬间 就能想起这一句的话 我们当场得救 这就是我们修行奇迹课程的功力 功力在于 我多快想起来 我的真实身份 让我们看到第二段的第一句 真实的光明就是力量 力量就是清白无罪 又是光明 又是力量 又是罪 怎么样把这个关系理清楚 我们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 我对我对面的一个兄弟 有意见 这就是什么 就是对外攻击 那我为什么 我凭什么有这个底气 有这个事件所谓的力量 有这种力量 还不是奇迹课程说的力量 我凭什么有这个事件 所谓的力量 这种底气 去攻击对面的兄弟 无非就是认为 根据我信念系统的判定 我是对的 他是错的 也就是说 我是无罪的 他是有罪的 这个时候力量大得不得了 底气大得不得了 我就开始对外攻击了 所以这个力量 就来自我自以为 我是清白无罪的 然而 这还没有完 看似我们在对外攻击 其实我们在干什么 对面的这个兄弟 他扮演的是我的黑天鹅 就是我绝对不允许 自己有的部分 我压抑 我排斥 我就对外投射 投射在这个兄弟身上 所以看似我在对外攻击 其实我在干什么 其实我是在对内攻击 攻击我 绝对不允许 有的那个部分 攻击我 那个黑天鹅的部分 既然我还有黑天鹅 既然我不是清白无罪 那么敢问我的力量 又从哪里来 所以奇迹课程 就是我们之前分享过的 奇迹课程说的力量 跟咱们世俗说的 这个力量还不太一样 所以说 当我们认定 我还有这个黑天鹅的时候 当我用对外攻击的方式 转移了我 实际是在对内攻击的 这种时候 我有力量可言吗 没有的 真正的力量 来源于清白无罪 刚才我们是基于 故事性在说 基于二元 幻觉在说 对外攻击 就是对内攻击 就是没有力量 那么 真正的力量 来自于何方 来自于 这一切不曾发生啊 那是我 用小我营造的自我意想 那是一场梦里发生的事情 分裂不曾发生 所以我的本质是 清白无罪的 那么这时候 真正的力量 从这儿升起 我才有底气说 我是有力量的 所以啊 回到第二句 这个时候再看 真实的光明就是力量 力量就是清白无罪 OK 可以理解 接下来我们看到 第三段的第六句 这个自信 不曾犯罪 也不会妄造假象 来取代实相 那么犯罪的是谁 妄造假象 取代实相的是谁 是小我 是小我自我 小我基于自己的人设 营造出一个虚幻不实的世界 营造出一个梦 企图用这个梦 来取代真实之境 那为什么说他犯罪了呢 那是因为 他自以为用这种方式 用上主的 借用上主的创造大能 来妄造了这个世界 自以为用这种方式 取代了上主的地位 所以自感罪孽深重 是这样的一回事 然后看到第七句 这个自信 绝不会离开 他在上主内的家园 彷徨地在人间流浪 这一句话 他讲的是一个什么意思 我们用一个拟人化的方式 用一个图像化的方式 来解释 这句话已经说明了 自信绝不会离开 他在上主的家园 那么说明 自信在上主的家里 那么我们先想象一下 想象一个场景 这个场景就是上主的家 那自信在上主的家里 要拟人化 这自信会拟人化成什么呢 无非就是拟人化成 上主和上主之子 因为一体延伸的关系 他们共有的这个自信 是一致的 属性是一样的 所谓的自信 在上主的家里 没曾不曾离开过 就是指 我们头脑当中 想象一个画面 上主的家里面 上主和上主之子 都在家 那么这里提到的 彷徨的在人间流浪的 到底是谁呢 是上主之子 做了一个梦 在这个梦里 上主之子 在外面流浪 没在家 是这么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我们来看到 第八句 这个自信 与为何物 对于他来说 失落 痛苦 死亡 也就是上主之子的 这个噩梦 根本就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他不知道上主之子 不知道自己的儿子 做了一个什么梦 他甚至 连儿子做不做梦 都不知道 是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这个场景 也很好地解释 为什么 我们这世界范围的 这种疫情 2020年不太平 这种级别的疫情来了 这么慈悲的上主 上帝 佛陀 怎么不来救呢 澳洲山火烧成这样 这么多 人 人命 生命受到威胁 动物的生命 活活地就丧失了 财产受到这么大的损失 然而 慈悲的这个上主 上帝 佛陀 都去哪了 怎么不来救呢 怎么显得他们慈悲呢 这个场景 非常好地解释了 这个问题 他看到上主之子 就在自己身边 安全无余 怎么会冲进 上主之子的梦里 去解救这个里头的危难呢 确实不会 让我们看到第四端的第一句 比较长我就不念了 重点是在说 要么放下所有的偶像 及自我形象 其实也就是放下 小我营 为了营造这个世界 所有的设定 把标签全部都扯下来 并且 他用了只需两个字 只需两个字 说明这是唯一重要的事 奇迹课程就是这么简单的 不是要我们去十条八条 不是要我们直接一百条两百条 就一条 做到就做到 就这么简单 我们之前也分享过 抉择力在哪用 我到底是选小我 还是选圣灵 我只要不选小我 我就已经选择了圣灵 就是这么简单 然而 话虽如此 简单却不容易 我们脑子里是这么想的 就看我们的行动力 我们的这个抉择力 能不能用出来 我们会不会这么去做 头脑上面我们都知道 如果我背了一个 五十斤的大米在身上 然后行走的过程当中 我碰到一熟人 开始跟他聊天 那么为了轻松一点 我很自然的 就把这一袋大米放下 跟他聊 聊完再要上路的时候 我才把这一袋米 又背到身上 对不对 但是 我们对于维护 自己的这种形象 我们对于这些维护 界定小我边界的标签 我们是不放下的 尽管要维护它 我们得一直一直的 很努力 很用力 七手八脚 手忙脚乱 马不停蹄 我们对于这种人设 我们是抱着 背着 扛着 搂着 但是呢 绝对不放手 刷存在感 不管有多累 我都一定要刷下去 为了 保住我的人设 再辛苦 我都要 我都要 fighting 到底 我们却不知道放下 可能我们会笑那个 跟人聊天都背着大米的人 然后我们在这看看自己 对于放下自己人设这一件事 这一袋大米 你能不能放下 然后看第四段的第二句 第三句 第四句 上主亲自许诺 我们已经在求 我们一定会得到 因为上主不食言 这些拟人化的表达 同样的 还是提醒大家 不要掉到文字项里去 就可以了 这个课程呢 奇迪课程的这个语会呀 有很浓重的基督色彩 也有很浓重的这个心理学的痕迹 原因在于 当时传讯的时候 海伦他就是一个 bible体系的一个教徒 并且他又是心理学的一个专家 所以就难免的 就是有这些个痕迹在那儿 但是我们只要了解他的实质 不要被他的形式挂住 就可以了 然后我们看到 每小时五分钟的这个练习 同样的 分成两个部分 一个部分 第一人称 我 另一个部分 回应对面兄弟的 第二人称 你 我们就这个地方再次 做一个小小的展开 首先 看似 回应外面的这一部分 所谓给出去的这一部分 我们是给不出去的 这一切发生在我的意识里面 给来给去都是给到自己 是我们解释过的 其次 我们可以结合 第十八课和第十九课的标题 我的看法所导致的后果 并非只有我单独承受 我的想法所导致的后果 并非只有我单独承受 所以啊 不管我在这 我的看法 我的想法 所导致的后果 不论我这个练习 是用第一人称做 还是第二人称做 这个练习 做下去的结果 并非只有我单独承受 给的时候 给到了自己 也自然给到了别人 这也就是一体性的运作 我们从这个两个点 来说 这两个人称的练习 让我们看到 全然允许练习 当下全部的第三天 今天这儿有一个巨石 用了很多次 干嘛的时候干嘛的 洗碗的时候 洗碗 吃饭的时候 吃饭 相信很多伙伴都听说过 一个故事 大致这样的 有人问一个老和尚 开屋前你干嘛 他说 吃饭 扫地 睡觉 然后 问他你开屋后干嘛 他说 吃饭 扫地 睡觉 听上去怎么没什么差别 那这个 实际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说 开屋前 吃饭的时候 可能想着扫地 扫地的时候 可能想着睡觉 就是这脑子 永远都在 杂念纷飞 大妄想 永远没法 回到当下 开屋后呢 就活在当下 只有此刻 所以说 吃饭的时候 吃饭 扫地的时候 扫地 睡觉的时候 睡觉 这就是 这个两个回答的 这个差别 两次回答的差别 那我们在这提醒啊 千万不要以为 自己洗碗的时候 洗碗 吃饭的时候 吃饭 走路的时候 走路 扫地的时候 扫地 自己就开悟了 此开悟 非彼开悟 如果我们可以 基本做到 活在当下 活在此刻 那么 可以表明我们 开始觉悟 但是不要跟 真正这开悟的 境界混淆起来 今天暂时 分享到这 明天继续